常喝一个茶给血管洗洗澡 大家好我是赵宇浩教授 大家都知道血液如果过于粘稠的话 就容易诱发血管的疾病 比如说高血脂 除了服用他丁类的药物以外 大家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清除血管中的淤质 这就是玉米须 淡竹叶 桑叶 清果 葛根 分别用三克 马尺线 十克 这个组成的合成起来就是 预桑清茶 这六种药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 都是刮纸降纸的高手 每天坚持用开水去泡芙 喝上两三杯 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血管中的垃圾 像甘油三脂 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膏 都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福音来了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 在关心病高血压 血管斑块 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上 把积累的这些经验和常识 通过视频的方式告诉你 大家不要在看病的时候才想起我 在不看病的时候 我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实际的帮助 从日常生活的饮食 禁忌到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锻炼的方法 我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和方法 如果你也有关心病高血压 心血管狭窄 斑块 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把信息发给我 我来为你解答 每天一杯长寿水 心脏越来越健康 我们的心脏呢 只有拳头这么大小 但是呢 它是我们身体里的发动机 它的健康与否 直接关系着我们的生命安全 如果出现了呼吸的短促 胸闷 胸痛 甚至是头晕啊 乏力啊 夜里睡觉容易惊醒 心还慌 脉搏异常 这些现象 就很可能是你心脏出了问题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经方 桂枝甘草汤 桂枝呢 是补益新羊的 振奋新羊 制甘草呢 是可以健脾益气 滋补新气 桂枝配上甘草以后 甘草就缓解了桂枝的新温之性 使新羊呢 不被耗散 如果有心脏的问题的话 这两位要 我们平时在家可以把它剪碎了 用开水煮一煮 上午喝一杯 下午喝一杯 对于新羊不足导致的 心慌心跳 悬晕这些症状 用这个方呢 是比较适合的 据现代研究呢 中医临床常用来治疗 心动过缓 心率失常 关心病 心衰 心血管的各种病症 用这个小方子的组成加减 效果都特别的好 如果你的心脏问题比较复杂 还需要辩证治疗 找专业的医生辩证开发 效果才更好 硝酸甘油 塑效救心丸 腹方单身低碗 能够同时服用吗 肯定不能 硝酸甘油 塑效救心 腹方单身低碗 是很多心脑血管患者的常用药 这三种药 一定不要同时用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当血压低于60-90的时候 一定要慎用硝酸甘油 因为硝酸甘油啊 它可以扩张冠状血管 它有降压的作用 它会导致血压下降 当你血压低的时候 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话 反而会加剧心肌的供血不足 第二个塑效救心丸呢 它是行气活血 去于止痛的药 它可以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 它的起效时间呢 要比硝酸甘油慢一点 但是呢 也是属于急救的常用药 肤方单身低碗 大家都很熟悉 它主要是缓解气质血淤导致的胸闷 心前驱疼痛 关心病 心脚痛这些症状 它的起效时间 不如硝酸甘油和塑效救心丸快 有人说呀 它可以作为常规用药 但我建议啊 一定不要长期的使用 作为常规用药 为什么 因为复方单身低碗呀 是由三味药组成的 其中单身三期 这两味药 你长期吃一段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里边的冰片 是不可以长期吃的 冰片是属于开窍药 就像说 你这身体这个窍 你老开着门 这气不就跑光了吗 所以这个要记住了 复方单身低碗 可不亦长期久服 你听明白了吗 点赞 转发给你需要的人 一定要记住 脑梗的患者呀 不要在四处的去打听说 寻访哪一个治疗的方法 哪一个治疗的方案更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从医40多年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有着丰富的经验 对于临床上出现肢体麻木 口眼歪斜 语言障碍 记忆力减退 这些症状的改善 中医药的治疗 有着非常好的疗效 在我4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啊 也看到很多的患者 病急乱投医啊 不仅自己遭罪 也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结果呢 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不仅没有治好病 反而错过了康复的黄金时期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是有脑梗 或者是脑供血不足 脑血栓 脑血管狭窄 脑出血这些方面的疾病 都可以把这些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我会抽时间为你做专业的解答 我再强调一遍啊 血管斑块是可以控制的 很多人认为血管里一旦有了斑块 就会越长越大 今天呢我要强调一下 斑块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要想治疗斑块 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啊 大家可以点个小红心 我接着往下讲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在治疗心脑血管 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 动脉硬化动脉的斑块 心梗脑梗关心病 这些方面的治疗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也帮助了很多心脑血管的患者 恢复了健康 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今天呢我提出一个 对心脑血管患者的帮助计划 想要参加的朋友 点我的头像给我发送 我只要有空看到了 都会给你做专业的解答 春天的第一个好消息 让血管斑块远离你 治疗血管斑块啊 其实并不复杂 我在这里呢 为血管斑块的朋友 开通一个绿色通道 来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你有血管的堵塞 血管狭窄 颈动脉斑块 心率失常 关心病 经常会感到心慌 心悸 胸闷 气短 头晕 乏力 失眠 焦虑这些现象 不用再担心 不要再跑冤枉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你可以点小红心啊 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案 每天按按手打通心血管 远离心脏病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告诉大家啊 我们手上有三个穴位 每天坚持按一按 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供血 预防关心病 心脚痛 这些心血管的疾病 内容呢 比较重要 建议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点赞收藏 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多去按一按 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中冲穴 在我们手指 中指的末端 最高点的这个地方 用手呢 轻轻的按压一分钟 可以缓解心脚痛 关心病 心慌心痛 这些症状 它还有开窍 醒神 清热 卸火 通络止痛的作用 中冲这个血啊 最主要的针对的就是 中风昏迷心脚痛 比如说突然倒地了 言语尖色呀 舌头都僵硬 说不出话来 那如果是 刺中冲穴放血的话 这个血啊 就像剑喷出了一样 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我们 有动脉血管的地方 同时还会减缓 它的后遗症 刚才我们说啊 中冲穴 可以有清热解毒作用 比如说长了针眼 那如果你要是暗揉 按压这儿 或者是把它刺出血的话 那也有对真燕油 清热解毒的作用 缓解了它情绪 不亚于用药 我们说手上有三个血 劳工血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血 下一集 我告诉你 劳工血的作用 每天用一小勺 冲水和清理血管的垃圾 中老年人存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药材 可以帮助我们 清理血管里的垃圾 下面呢 我通过一个病例 来和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这个药应该怎么用 视频呢 有点长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丢失找不到了 前一段时间呢 接诊了一位关心病的患者 它同时伴有着三高 可想而知啊 它血管里的垃圾会非常的多 这也导致了 它的血运循环非常差 偶尔呢 还会出现一些心脚痛的症状 经过辩证以后 给它使用了血腐猪鱼汤去加减 并且呢 教了它一个搭配使用的小方子 每天用一小勺三七粉泡水喝 这个三七粉呀 有比较强的行气破瘀的作用 用它呢 作为药引子 能大大的增强 血腐猪鱼汤的活血能力 从而快速的清除血管的垃圾 恢复血液循环的正常运转 按照这个方案呢 调理了一个多月 患者恢复的非常好 不仅关心病得到了改善 血压也处于很稳定的状态 一般来讲啊 日常通过冲泡药材 对于我们身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但是啊 不能想着只靠这个 就把病完全的治好 要想彻底的调理身体的问题 还是需要在专业医生的辩证下 去进行整体的调整 如果你也有三高 关心病或者是其他心脑血管问题的话 都可以发给我 我会抽时间进行恢复 清理血管的垃圾 每天一小勺 打通淤堵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啊 代谢的能力就会减弱 就使得血管中的垃圾毒素越积越多 我们常说的 百病生于堵 堵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 莫过于不要在心脑堵 轻呢就会头晕头痛犯困 胸闷气短 重就会大脑供血不足 引发中风啊 偏瘫啊 心机的缺血 心衰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 吃了它 可以远离心脑血管的疾病 前一段时间接诊了一位患者 他的体重呢 已经超过了200斤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非常的萎靡 会有心慌气短 神皮乏力 这样的情况 晚上也睡不好觉 看他的蛇呢 已经是紫暗的 程度 舌苔呢 薄白 通过辩证 我给他开了减肥减脂的方法 他可以帮助我们 快速的清除血管的垃圾 避免呢 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 可以很好地去预防 心脑血管的疾病 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啊 就针对着这位患者来说 三七粉呢 去辅助他 其他的处方 针对性的 去对他的血液的状况 进行调理 如果你只吃三七粉 那是保健性的 当轻的时候可以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症状 一旦出现了指标异常的时候 重的这种淤血状况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体质状况 去整体的调理疾病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 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我来为你解答 人与血管同瘦 一味药 加一物 血管畅通无阻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活血化瘀的常用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单身 老生常谈了啊 今天我谈的可和平时不一样 单身在古籍 欲求要解 它磨肩破质 它可以起到走籍奔马 行血之良品 形容这种状态 当然一定追不上了啊 提出这个词奔马的意思呢 是梁代一家陶宏锦 他说单身视为竹马 唐代的时候 四生本草里边 就把单身称为奔马草 也就是形容我们说 四肢微软无力 有一风脚软这种病症 那刚好是我们现在 心脑血管病症里边 出现下肢无力微软 拖着走一样的这个下肢 吃完了它以后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追上奔马的这个意思 所以在古籍上记载说 以单身酒进服 可逐奔马 那怎么用单身最好呢 在宋代太平盛会方中 以单身进酒 亮丽引之 能通酒窍 五五脏 令人不病 所以前人认为 要想活血化鱼 单身怎么吃是最好呢 下面介绍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把单身呢 直接打成粉 那第二个方法 用单身的水去煮鸡蛋 既取到单身的活血化鱼作用 又把我们鸡蛋的这个 营养成分给吸收了 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当然了 这个食疗的方法呢 毕竟不如药用的作用快 如果你已经是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查出来的各项指标都已经高了 我也要提醒你 中医辩证论治 除了食疗的方法以外 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掌握好药量 整体的去调理 才能使你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如果你也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我会抽时间为你解答 全身瘀堵不用怕 三味猛药是关键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气血就会不足 难以乳养咱们的机体 这样就会造成经络的淤堵 从而出现胸闷 两鞋类胀痛 头痛 心脚痛 颈椎疼痛 还有一些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的症状 那怎么办呢 今天就教大家用三味猛药来打通血管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找不到了 第一味药就是单身 因为单身活血化瘀 又补血入心 能打通心脑血管的淤堵 第二个是葛根 葛根有生清阳的作用 外上身体 可以把气血生到脑部 打通脑血管 这样配合起来呢 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脑缺血 第三呢是穿胸 穿胸是血中气药 化瘀的同时又可以行气 身体的气行了则血行 淤血就容易化掉了 你都记清楚了吗 记得点个小红心收藏起来 分享一个好消息 高血压不用害怕了 让我来帮助你啊 我是首都伊克塔学赵一浩教授 如果你患有高血压高血脂 血管狭窄 动脉斑框 脑梗 关心病 这些相关的疾病 点我的头像进来 我看到以后会抽时间 给你做一一的解答 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北京心脑血管中医专家 今天正式入驻快手 大家好 我是首都伊克大学赵雨昊教授 师从于国家级明老中医 高中英教授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明老中医第四批师承继承人 我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已经四十多年了 尤其在心脑血管疑难病症的中医治疗方面 寄来了很多的临床经验 我也看到了疾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的巨大痛苦 所以我决定入驻平台 传播我们中医药文化 为大家分享有用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知识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们一起努力远离疾病 拥抱健康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尽我最大的可能帮助到大家 别再四处打听了 治疗脑梗的好中医来了 脑梗患者不要再四处打听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从医四十余年 帮助过很多的脑梗患者 在改善脑梗后遗症方面 像肢体麻木啊 口眼歪斜啊 语言障碍啊 记忆力减退 这些症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我接诊的过程中 看过很多的患者因为治疗不理想 病急乱投医 结果呢 不仅自己遭罪 也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最重要的 还错过了康复的黄金时期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朋友 也有脑梗 脑供血不足 脑血栓 脑血管的狭窄 脑出血 这些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你 希望能给更多的脑梗患者 带来帮助 两位要冲水喝 专制心梗 关心病 不收藏损失大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不管你是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还是心肌梗塞 在中医上 都是因为你心脏的血脉 气血阴阳失调 心脉瘀制所导致的 今天啊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保健的方法 能帮助你 调理心脏的这些问题 赶紧记下来 这个方法就是呢 西洋参加上当归 盐成粉末 冲水喝 西洋参呢 它可以补气氧阴 清热生晶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啊 它能调节血压 抗心肌的氧化 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对心脏非常有益啊 两个合用起来 既活血化瘀 又能促进心脏的血液疏通的作用 那具体的怎么用呢 香参用六克 当归用三克 盐成粉 每天早晚冲水浮 但是呢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可能有所不同 切不可以啊 你私自的去乱用药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 以免发生危险 单身呢 配一味药 对付血管堵塞 不手软 便宜又好用 有血管堵塞的朋友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花大把大把的钱 简单 便宜的药 也好用 我是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四十多年 真的不忍心去看大家呀 为了血管堵塞的问题 血管狭窄的问题 去再花冤枉钱 疗效却不尽人意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发给我 我只要看到 就会帮助到你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这 单身搭配的用法 希望大家点小红心 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 单身有活血去瘀 通经止痛的作用 常用于关心病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治疗 临床上一般呢 都配无使用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 两个单身的搭配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搭配西洋参 西洋参有益气养阴的功效 血瘀的原因呢 很多 但是气不足 不能推动血运 导致了血瘀 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两者搭配 不仅能够益气 活血 通落 还能够养心血 可以很好地改善 心脑血管的狭窄啊 堵塞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搭配山楂 山楂能够化石降灼 去瘀通落 两者配合起来呢 治疗这种气质血瘀 包括有痰宁 食质造成的血管堵塞 以上其几位中药呢 它的药效度是很强的 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进行配舞搭配 才能更好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你看你气血虚 脸色就不好 头发呢 也干枯 发黄 还容易掉 之前我也有一个患者 也是一小女孩 就教她一个食疗的方子 非常的简单 她吃了一阵以后呢 那天她过来 再一看小脸就红扑扑的 脸上也有光泽了 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特别有效 那这个方法我告诉你 很简单 把当归和鸡蛋汤一起来煮 要记住要天天的喝 花不了几块钱 可特别有效果 用十克的当归 再加上三到别多了 三四个红枣就行 再加一个鸡蛋 把当归和红枣提前的 得给它煮好了 泡好了 然后和鸡蛋一起 放在砂锅里边 加入一碗水 你为什么要提前 要提前煮当归水 因为你天天煮 很麻烦 二十分钟至少半小时 每天用十克的当归吧 你准备出一百克的当归 你十天里都准备住来 把它分成十份 个冰箱里冻上 早晨起来拿出一块来 搁在锅里一化 水煮开了以后 提前准备好的三个枣 一起搁里边煮 再加上鸡蛋 卧在里边 什么叫卧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煮好的这个 当归水 把这个鸡蛋 倒在这开了锅的水里边 再一煮 鸡蛋熟了 汤也熟了 连汤带鸡蛋一起吃了 早也吃了 这就是给给女孩 出的秘法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明白了 那我回家赶紧试试 几块钱的野菜 通血管 农村 遍地都市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常说 血管赌百病生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味神奇的中药 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管 这味药呢 在农村遍地都市 你可能经常见到 但是啊 并不了解它 看完了这条视频以后 你肯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味药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野蒜 它既是蔬菜 也是一味中药 中药的名字就叫蟹白 蟹白的药性呢 是心温的 通过里气宽胸通阳 它通阳散结 行气导致的功效 使我们的胸壁症状 得到明显的减轻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它有扩张血管 抗心肌缺血 抗血栓形成 调节血脂 抗氧化 这些多种药理机制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 心阳虚所导致的心脏的不舒服 比如说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出现胸闷胸痛这些情况 经常会配无使用它 需要医生呢 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辩证加减 针对心脏的胸鳖胸闷 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啊 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你记住了吗 几块钱的野菜 通血管 农村 遍地都市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常说血管赌百病生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味神奇的中药 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管 这味药呢 在农村遍地都市 你可能经常见到 但是啊 并不了解它 看完了这条视频以后 你肯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味药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野蒜 它既是蔬菜 也是一味中药 中药的名字就叫蟹白 蟹白的药性呢 是新温的 通过礼器宽胸通洋 它通洋散结 行气导致的功效 使我们的胸壁症状 得到明显的减轻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它有扩张血管 抗心肌缺血 抗血栓形成 调节血脂 抗氧化 这些多种药理机制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 心阳虚所导致的 心脏的不舒服 比如说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出现胸闷胸痛 这些情况 经常会配无使用它 需要医生呢 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辩证加减 针对心脏的胸鳖胸闷 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啊 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你记住了吗 四味猛药 清理血管 花小钱 治大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四位中药 血管堵塞的朋友 值得一试 最后一位 你可能没听过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第一个呢 就是红花 红花呢 性质是温 有活血 有活血通经 趋于止痛的作用 红花对于神经系统 心脑血管系统 免疫系统都有一定的好处 它可以增加灌重动脉的血流量 有抗凝的作用 能够溶解局部的血栓 第二个药呢 就是单身 单身性质微寒 它可以活血趋于除烦安神 消肿止痛 现代医学表明呢 单身具有着抑制凝血 血小板凝聚啊 减少了血栓的形成 对调节免疫 改善温循环 都有很好的作用 第三位呢 就是川胸 川胸呢 性味是新温的 它是走耳不守 它上行能达到头顶 下呢 能达血海 外侧皮毛 旁通四肢 是血中之气药 它可以活血行气 去风止痛 对头痛的病症 效果特别的好 第四位药呢 就是细心 性质是温 它具有活血通落 止疼 去风散寒的功效 现代研究表明啊 细心 它不仅有舒畅脑血管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它也可以提高 心脑的供血 是不可多得的中风良药 但是啊 细心有毒 细心不过前 一前等于三克 所以我们在临床 用量的时候呢 是非常 谨小慎微的去用它 我没有告诉大家具体的剂量和用法 原因也是防止我们有些药物对身体的损害 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 一人一方 千人千方 对症下药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你也想知道具体的怎么用的话 不妨和我来说说你的情况 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 给你一些好的建议